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的秋雨 以后是看不到了 拜见陆大人 属何 属下无能 事情都发生了 将军何必色怪 恰好 我正有事求见皇帝 将军一通请我 是 秋雨色色 北谷寒 高楼望水 莫千难 若是京都归咎梦 再续红灯 句句可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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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 由梦启天鸣配音工作室出品 纯爱全谋广播剧 一梦一起一天鸣 第一期 陈陆秋水 求见 进来 进来 陆大人 辛苦了 这是哪里的话 为皇帝办事 是属下的荣幸 但是肯定不及宋大人的一半 听闻 谢氏一族 一夜白口死于火海 这手段只有宋大人才做得出来 表面人除无害 手段 确实让人闻之 丧胆啊 替皇帝办事 我一向不敢马虎 皇帝要谁死 谁也活不了 就算要臣的命 臣也丝毫不敢摇头 这是自然 由宋大人在 自然万事无忧 陆大人 言重了 差点忘了证事 刚刚张将军来府汇报 妻子归徒 有其无归 谢夫人带着小公子死于山头 发现剩下破衣残角 尸体应该是被野狼私吞 孟启成的规则 向来死要见尸 用野狼私吞 召告天下 怕是要被天下人耻笑 陆大人 你说对吧 这是自然 应该命人山头再搜搜 不能马虎应付 谢夫人 谢小公子 彼此无疑 宋大人 不会以为一个小孩 一个妇人 能够在荒野山头活下来吧 陆大人 你 罢了 就像陆大人说的一样 难道妇人孩童 还能够在荒山野头活下来不成 宋爱卿说出去 也不怕他人笑话 是 臣等遵从陛下旨意 两只心怀鬼胎的狐狸 让他们斗下去 陆大人 欠你谢家的 请替我还了 从后门逃走 万一不谁都救不了你 多谢大人 我先生烦 名记一事 那年崖边的琴声 可真好听 你咳醒了 这是哪儿 白地青河 白地青河 你都婚睡好几天了 要不是我家老爷 你可是很难从大伙活命的 你家老爷 我家老爷说 呸呸呸呸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以后你们肯定会见到的 老爷命我照顾公子 公子有任何吩咐 都可以告诉小枫 到底是谁 救了我 为何救一个朝廷罪犯 白地青河 怕是回不去了吧 我陆秋水 一生一世一双人 紫辰 我爱你 老板 买一把上好的琴 小的马上给将军取来 不错不错 就是这把了 将军 您看 这把可行 这些够吗 够 够 白地青最好的断鱼器 保证大爷如愿以偿 送客 吓我一跳 谢紫辰 好久不见 原来是张将军 这卫是 你 公子 你不要动气 有话好说 不要动气呀 小鬼 你先出去 可是 出去 是 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也没人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事 这句话 好像是你教我的吧 我的确亲口教你的 但是谁知道狼子野心 张静欢 你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按照你教的生存 你以为在白地城 我还能活命吗 肯定会落下和你一样的下场吧 你以为狗皇帝会放过你们吗 他才不会那么好心 让我活在世上 就不怕自己也活不了了吗 请问 谁能证明你活着 陆秋水说你死了 你就是死了 要让别人相信 就要先自己相信 这不也是你教的吗 谢老师 你都是变聪明了 陆秋水培养出了一个好杀手啊 不过你就不怕我再次谋反 到时候狗皇帝肯定会认定 你们是协助我的帮凶 请你一定要活着 我倒是很期待你再次谋反 但是你根本就没谋反 你为了什么谋反 宋宗会说你谋反 你就要真谋反 不然 可真是白费心机了 有人让我送来一把琴 还送一句话 琴瑟和鸣 陈秋春雨 陆秋水 陆秋水 死人就应该要有死人的样子 不然就活着证明自己 谢家一族百人性命 狗皇帝就当成蚂蚁一样才死 我谢自尘不会轻易狗活 只要我活着 狗皇帝就别想好过 我倒是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所以请你好好照顾自己 不愧是我交出来的人 说话越来越有意套了 想起那背信弃矣的陆秋水 我谢氏 自尘 必让游氏血染白帝城 请我收下来 回去告诉陆秋水 再招惹我 连他也杀了 多好的琴呢 却要染上纤红的香 我们在途中匆匆回首 并不说告别 只因甚至总会在轮回里再次相见 当那天穿过陌生人海在脑石中擦肩 平凡的梦啊 终会被成全 Zither Harp 幸好你从未应疲惫选择停留 子 有出人的呼唤 ihren 声音 你向前走 只是懵懂的眼眸 才将世事看通透 内心始终独行爱与温柔 但愿这漫天拾起失落的心头 曾照复过的人们都能被庇佑 在颠沛之中漂流 与不经意的时候 你会与你的梦悄然邂逅 你独隐形的悲欢昏染红的天边 挥吹着来世的梦走向今生的春节 就这样的世界远迟到再也看不尽切 未经的执念都留在这人间 你独隐形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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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已再去追问 从前或以后 能在时空中相逢 就依然足够 不顾一切去过去 那双向你伸的手 一颗暗闭变身 天长地久 一路遗伤的平红 浑染红的天边 花揣着泪湿的梦 走向今生的终结 最后微笑着回声摇摇 瞅瞒人望一眼 终于开始学会 祝你全人间 我们在途中匆匆回首 并不说个别 今生之尊会 在轮回里再次相见 最后微笑着回声摇摇 瞅瞒人望一眼 终于开始学会 绝恋成人间 终于开始学会 绝恋成人间 终于开始学会 绝恋成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